我的世界10个应该被官方加入的功能 原版MC的蜘蛛虽然能贴枪爬行 但动作十分僵硬 一点蜘蛛的样子都没有 Spiders 2.0模组赋予了蜘蛛真实的爬行动作 让它们可以正确的贴枪爬行 而不是贴枪飞行 变得更加真实 当你把它们放到树上时 密密麻麻的蜘蛛爬满了整个树冠 看毛道里的感觉都快移出屏幕了 早在2009年 Notch就提出将冬天加入MC的想法 并在1.04版本中时装进游戏 但MC的血即使过去了十多年 也依旧像当初那样 在地上薄薄的一层 跟现实世界差别很大 而Physics物理模组赋予了MC真实的积雪效果 你能看见被厚厚积雪覆盖的平原 人和动物在上面移动 都可以压出一条深深的路径 甚至连积雪的形状都彻底被修改 变成了类似现实的模样 众所周知 MC是一个方块世界 不管是矿物 泥土还是地形 都是由方块组成 不过安装了No Cube模组后 这个方块世界就会被彻底改变 平缓的山坡 圆润的矿洞 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接近现实 当你挖着方块时 地形也会随之缺少一块 而不是像原版一样 留下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坑 但这个模组有的时候会导致电脑卡顿 偶尔死机 不建议在日常游戏中使用 原版的水虽然不算真实 但在光影的加持下 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但跟Water Physics流体物理模组相比 原版的水还是太抽象了 当你加载这个模组后 无限水将会成为过去 每收集一次水 都会让水平面下降一些 如果在平地上放一桶水 它不会像以前一样流淌 而是逐渐减少 最终消失 当我们把水倒进游行馆中 不管在哪个方向取水 水平面都会同步下降 真实地还原了现实中的流涕特性 在原版游戏中 击杀生物并不会留下尸体 而是变成一缕白烟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破坏了什么方块 它都会变成一堆小方块粒子 并留下掉落的矿物 不管丢出什么物品 它都会在地面上漂浮旋转 等待为我们收集 也许在2022年 这些过时的特性 需要被重新修改了 当生物被击杀后 会留下尸体 而且尸体倒下的姿势 与被击杀的方向相关 方块破碎后 不只是在变成粒子 而是变成碎片慢慢滑落 连碎片都能被人物撞飞 当树底的支撑方块 被破坏后 整颗树膜都会硬伤而倒 被丢出的物品 也会被引力拽到地面 安静地躺在那里 就像现实世界一样 这一系列强大的功能 都来自于Physics物理模组 它不仅提供了强大的视觉效果 还对模组进行了深度优化 不会导致频繁的卡死 白屏和严重卡针 非常值得一试 在机安版中 树叶会随着雪花飘落 慢慢变白 和现实中的冬天相似 但在Java版中 却没有这个功能 虽然猫将已经在考虑 将四季变化加入游戏 但近期实现的希望很小 不过我们可以借助 CZS模组 提前体验到四季变化的美丽景色 让MC的世界更加精彩 如果你仔细看过更新 就会发现游戏新增了 丛林村民和沼泽村民 但丛林和沼泽里根本没有村庄 正常生存中根本见不到它们 只能用刷怪弹才能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看就是猫将在偷懒啊 没事没事 官方不更新的玩家来做 The Missing Village 就把这两种消失的村庄 带进了游戏 让你能正常的 在沼泽和丛林里找到村子 提前体验传新的村庄 回生碎片 只能在目前最危险的遗迹 古代城市里找到 这么难找的东西 只能做一个回溯指针 也太普通了吧 一口夹就给回生碎片 添加了全新配方 你可以用它升级盾牌 得到十次之后 会释放守卫者的通宽声报 造成击退 这应用多缓慢效果 让你的碎片变得更加有用 房子好不好看 技术占了三成 光影占了七成 虽然不太恰当 但光对建筑的影响 那是相当大的 比如面前这个最普通的系统房 只需要给它加上一排灯带 颜值就会瞬间增加 Simple Light为游戏添加了灯管 珠灯等等简单的灯具 使用范围很广 让你的房屋变得更加美观 原版的物品掉落实在太普通了 就算是金苹果和不死图腾 这种珍贵的物品 也和腹肉一样 安静的躺在地上 Drop Light不仅给占领品 增加了物理掉落特效 还给附魔装备 金苹果 不死图腾等稀有物品 增加了很有质感的特殊光效 点点星光 缓慢飘出 金色光柱 腾空盛起 这才是稀有物品 该有的待遇嘛 你学会了吗 快去试试吧 不不不 shouldn't